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下来 其实所谓每小时19440万公里 第一宇宙速度为7.9公里每秒 孙悟空的速度远远超过第一宇宙速度 甚至远超第三宇宙速度 16.7公里每秒 因此 孙悟空的金斗云完全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外太空 挖个金斗就可到嫦娥那里喝花酒 但令人奇怪的是 他从没在观音面前展示过这项绝技 绝大多数都是蹭观音的祥云 如果不能搭遍云 也是躲着观音翻金斗 有人说 他这样做 是因为金斗云跑得太快了 怕领导很没面子 你想 领导专车还在半道上 你骑得共享单车已到了目的地 这让领导脸面往哪个 还有人说 他怕观音看出失诚 泄露 菩提祖师山间别墅秘密 违反三星学院校规 而被开除学籍 因此藏着掖着 其实 还真不是这些原因 二在援助第四十二回 孙悟空不用老虎瞪 就说出了谜底 由于抵挡不住红孩的三昧真火 孙悟空跑到观音处求救 并告了红孩一黑妆 这熊孩子胆太肺 变观音模样 骗了八戒同志 观音气得摔了竞平 并表示 将亲自与孙悟空一起去除药 伤了好之后 观音叫猴子 悟空 过海 悟空却躬身道 请菩萨先行 观音又道 你先过去 这个时候 孙悟空还是不敢先走 磕头道 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 落下筋斗云 先露身体 恐菩萨怪我不静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可能还有人看不明白 先露身体算什么呢 又不是在观音女士面前做不雅动作 她的动作还真是不雅 我们来看 孙悟空驾金斗云时 需要做什么动作 捏着诀 念动真 人 攒紧了拳 背身一抖 翘僵起来 翻个金斗就有十万八千里 也就是说 她要施展金斗云 必须翻一个或几个金斗 在影视作品中 孙悟空穿得整整齐齐 然后腰间围一件很牛逼的豹纹 但在原住中 她却是光屁股围了一件虎皮裙 里面是挂的空档 只要一翻筋斗 光屁股就要露出来 正如宋片西游老宋说的一样 孙悟空是光着屁股跑完的取经全程 更关键的是 她的光屁股还不是一般的屁股 而是红屁股 在往期作品《七十二变》最大缺陷是什么一文中 窝牛就告诉过大家 孙悟空什么都能变 唯有屁股和尾巴变不了 平顶山石 她变成金角大王的老母 结果被猪八戒一眼就拾破了 原因是红屁股露了出来 她急忙跑进厨房 将过底灰抹在屁股上 才敢跑出来与妖怪瞎看 因此 她只要在观音面前湿染金斗云 她的红屁股就要露出来 在女士特别是女领导面前露光屁股 她觉得非常不敬 三 有人可能提出疑问 咱们的超级英雄 连一条内裤也买不起吗 她当美猴王时 四海龙王送的锁子黄金甲套装哪去了 哪去了 我们还是来看人住 在第十四回 唐僧刚把孙悟空放出来时 情形是这样的 三藏又行了徐软 下了山 只闻了一声响亮 真的是地裂山崩 众人进阶耸聚 只见那猴找到了三藏的马前 赤林林跪下 道声师父 我出来也 大家注意看 赤林林三个字 形象生动的形容那孙悟空 刚从山下跑出来的真实面貌 赤条条 湿漉漉的 就像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人参 上面还有很多湿泥 这些湿泥就是孙悟空的衣服炸 所以 大闹天宫时穿了锁子黄金甲高档时装 在五行山下造了五百年后 早就烂成渣了 即使锁子黄甲不会坏 也不能穿在身上了 孙悟空最后那一蹦 什么样的衣服都会被扯烂 更不要说被埋了五百年的时装 孙悟空出来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棒打了一只老虎 包了他的皮 借陈老头针线 缝了一件围裙遮住下体 需要提醒的是 并不像八十六百年的那样 唐僧在台灯下帮孙悟空缝了一群 虽然感人 却不珍视 一是唐僧刚收徒 两人感情还不那么深 二是唐僧未必会真现火 到是他洗澡时 孙悟空看到一个坎尖不错 唐僧便转送了悟空 所以 一件坎尖 一件虎皮裙 一根钢管 一个金箍 这就是孙悟空的全部造型 此作为老司机的关心 一眼就看出了孙悟空的顾虑 他让善才龙女去莲花石里 披斑莲花 放在石岩下边水上 对孙悟空说 你上那莲花伴儿 我渡你过海 孙悟空却道 菩萨 这花伴儿 又轻又薄 如何带得我起 这一番跌下水去 却不湿了虎皮裙 走了消 天冷散穿 这段话 再次证明孙悟空没穿裤子 只有一个虎皮裙 万一打湿了 不仅要走光 而且天冷不好穿 观音不耐烦呢 贺道 你且上去看 孙悟空不敢推辞 舍命往上跳 果然先见清晓 到上面比海船还大翻分 孙悟空又倒 又没了高奖蓬威 惨声的过 菩萨道 不用 只见他连吹几口气 就把孙悟空吹过南洋苦海 得登彼岸 孙悟空脚踏实底 笑道 这菩萨卖弄神通 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 全部费力也 孙悟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 观音用莲花渡他过河 是卖弄手段 其实 观音是在替他遮羞 五看完这个故事 是不是有些不适滋味 堂堂齐天大圣 竟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唐僧走的时候 唐王送了他几套换洗衣服 驻八戒离开高老庄时 强行要了一套劲头 沙僧被贬下流沙盒 衣服还是不缺 唯有孙悟空 没有双亲 扶老只是用脊柔 从不关心他的成长 唐僧只关注他听不听话 从不考虑他内心感受 八戒沙僧把他当成一个强有力竞争对手 也不可能去关心他有没有过冬的衣服 因此 孙悟空没有衣服穿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的 当然 他可以像八戒一样 像师主要一套 相信他替那么多人除了妖 一套衣服别人还是要给的 但他从没开过口 也可以藏一点私房钱 街上买一套 可是 路上国王送了那么多银子 他以前也没有 这 就是侯王的自尊 没有散的孩子 只能拼命奔跑 没有根基的侯子 自尊是唯一的铠甲 也是最沉重的负担 孙悟空几次大闹天宫 真不是为做灵销店 而是为自尊而战 如来把他关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真不是为了取经功成 而是要把他的自尊踩在脚下 从五行山下出来的侯王 以屈服于西天的威严 只剩下屁股大的脸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